中国话为什么不会 说一下日本电视店的小妹妹 饮料 饮料 中国话为什么不会 中国话为什么不会 就在刚刚又有中国人大闹其他国家的机场 并且高喊外国海关工作人员都是强盗 这位游客是来自中国上海的大妈 她的这一副暖心的画面就刚好被在场的记者拍摄下来了 因为这个执法过程中日本的海关是非常的礼貌 但是这个大妈的行径就非常的不讲道理 也就让这个镜头拍摄下的暖心画面登上了国际媒体 前两天日本ANN电视台到成田机场的海关处进行拍摄 原本是想要了解一下海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负荷 没成想竟意外拍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国大妈一战成名 那这样的一则暖心的画面迅速登上各大国际媒体 那也传回了中国国内 竟然还有一些网民替这个大妈洗地 我们来看看一些在中国网路上的一些网民的留言 说实话日本海关有点过分了 中国刚开放去旅游也是看得起你日本 旅游消费也是给日本经济做贡献 不管去哪里旅游你都首先要遵守那个国家的入境政策 那不能说你美国人你台湾人你日本人其他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 然后就不遵守我们中国的入境政策吗 就随便带什么都进来都可以 到时候你小朋友就不要在那边说 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因为按照你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那些美国人那些外国人来我们中国 是看得起我们中国 是为了我们中国经济做贡献 能这样讲吗 有道理吗 没道理啊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只有你们在这样讲 没有美国人没有日本人没有台湾人 没有任何外国人这样来反驳我们中国 没有吧 因为这个毫无逻辑不讲任何的道理 也还有小朋友留言说 大妈情绪失控也能理解 毕竟带了几大箱食品都被日本没收了 也没当场销毁 说不定日本人拿去卖了 中国零食还是很好吃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因为都是中国零食非常的好吃 在国外也很畅销 这些日本海关就很坏 因为知道这个中国零食好吃又好卖 所以他们就偷偷的没收了 因为他没有当场销毁 所以你认为他们就拿去卖了 哇你这个思路真的是神逻辑啊 还有其他小粉红说 我觉得日本的做法欠妥 应该要提前告知外国游客 毕竟这个大妈年纪也大了 很多规定都不懂啊 这跟中国大妈没关系 换个国家的大妈也不一定懂 不要什么都扯上中国 新闻这里都是时事报道 那他来自中国大妈 你不能说他来自台湾大妈 韩国大妈对不对 而且你说不要什么都扯上中国 如果一旦这个单字换成了韩国大妈 台湾大妈 日本大妈 我觉得你绝对没有这么敏感 所以你说不要什么都扯上中国 这恰价说明了 往往是你自己内心再敏感 是你自己跟中国这两个字过不去 而且你说日本做法欠夺 我刚刚看到画面上 即使这个大妈非常的不理智 不讲道理 不讲逻辑的在这里大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非常的有耐心 如果你不相信影片就在这里 这个也没有后期制作 这个也没有说是演员演的 这些都是在新闻媒体 不管在外国在中国啊 都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摆上来 大家来评评理 もし違法に持ち込んだ場合は 罰則が課せられる場合もあります 一方 动物検疫所では 女性の怒鳴り声が 重くて下ろせないよ 下ろせない 上海から来たという女性 なぜか検査を拒否 何も持ってないわよ 開けないで 他にやることないの? これは服と薬用 ところがバッグの中を確認すると 操縦量はなんと2.6キロ 見つかったのは豚肉のジャーキーに 牛肉と鴨肉のおつまみ そして豚肉のふりかけ 肉製品は加工食品も含め ほとんどが持ち込みは禁止です 何するの? すると持ち込み禁止の肉製品を 強引にバッグにしまおうとする女性 そして高騰だよ 高騰 一体なぜ女性はこれほど抵抗を? 子どものためよ 久しぶりに会うから食べ物を買ってきたの 娘のためにちょっと食べ物を買ってきただけ やめてよ 子どものためのものなんだから どんな理由があっても 家畜を伝染病から守るために 必要な措置なのです 持ち込んだ肉製品はすべて廃棄処分に 女性はしぶしぶ納得して入国しました 是不是像你说的 你觉得日本的做法欠妥了? 你说要提前告知外国遊客 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入境的政策 而且全世界的入境政策幾乎都一致 你不可以带任何的违禁品 具体你想要知道违禁品 你自己可以去砸 而不应该是入境前 各个入境国的海关 还要一一的通知到每一个游客 让你去看他们国家的违禁品 其实不用查都知道 什么不用带 像是一些管制刀具、毒品、药品 像是一些肉、蛋、奶、加工品 这些要簡易的原则 都是不可以带的 透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大妈其实内心就知道她做的这件事是不合法的 所以她才将这些肉制品 藏在行李箱的最下面 藏在衣服的下面 所以当这些工作人员去翻看的时候 她非常的激动 所以她自己是很清楚的 这就是明知故犯 我相信很多的大陆人都知道 因为在中国大陆上 你不管现在去抖音各个平台搜 有拒绝安检的太多了 因为这个画面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因为很多都充满了一些暴力的画面 包括一些吵闹的画面 推推嚷嚷啊 包括警察执法的画面 因为YouTube的黄标政策 我就没有办法将这些暖性的画面放上来 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是在中国 这位大妈的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面临的将是行政拘留 那这些相关的案例 类似的案例在抖音上 在微博上层出不穷 你只要去抖音上搜一下拒绝安检 你把影片看到结尾 你就看到 所有的人几乎都被带走了 而且都是行政拘留 画面是非常的暖心 暖心的画面常常伴随着暴力 所以就没有办法分享到YouTube上面来 那还有中国网友说 这就是外国的一刀切 熟的生的我们怎么知道 通通不许带 大妈的头像给遮住了 我严重怀疑这个大妈 就是日本新闻工作记者扮演的 故意抹黑中国 10年前我和我妈去日本名古屋看表演 她偷偷在衣服里包了只烤鸭 建议日本临时禁止进口 还有网友表示 中国刚开放 日本就拍了这样的节目 前两天包括日本在内 各国还针对中国游客入境 制定了很多简易程序 现在又立马拍个带风向的节目 很大可能是蓄意为之 针对中国的抹黑罢了 心疼大妈 大妈虽然有点激动 也是因为日本海关针对中国人 没收她的食物 四个人都会激动吧 而且几大批箱子都没收了 我看着也生气 好在我也没去过日本 未来也不会去 那我们大家看过了这个大妈的行径之后 不需要任何人带风向 大家都知道谁对谁错 孰是孰非 那陈老师我个人看了这样的一支影片 我只是觉得比较尴尬比较丢脸 因为我是中国人 台湾人可能感受不到 我呢作为本身我也是中国人 而且我也是一个在国外的中国人 更能感同身受 所以看完这支现场影片 我觉得丢脸之外 看到中国网友这样的留言 我觉得不只是丢脸 而且还觉得非常的尴尬 那其实也有一大部分人的留言 是跟我一样是觉得很丢脸 我现在觉得尴尬的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画面 大家很明显的就能分清孰是孰非 居然还有这么多中国网友觉得 心疼老太太 心疼这个大妈 觉得这个大妈是非常可怜的 觉得这个日本海关啊 针对中国人抹黑中国人 日本海关的做法欠妥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现场影片 我觉得丢脸以外呢 又看到这些留言是非常的尴尬 那我人在国外 我以后出去 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 I'm from China I'm Chinese 所以陈老师我觉得有效的办法是 我以后如果要去其他国家旅游 我一定要戴个头套 一定要遮住我这个面孔 省得我被歧视 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样就画面还是相当的暖心的 Oh sorry Excuse me Where are I from? Oh I'm from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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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from China I'm not Chinese OK Not Chinese 唉呦 不好意思啊 那是中国人吗 唉呦 不错台湾人喔 唉呦 屌 Sorry啊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台湾人 不好意思 我台湾人 國旗 看到没有 台湾 看到没有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喔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影片 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